东西都绑上去了 那小姐姐准备要回去了 今天早上一个人坐在帐篷里面 超级委屈 不知道你在委屈过什么东西 我家里面有事情 我要回去一下 然后到时候 到时候我再去 应该不会来贵州 应该是去西藏吧 或者是川西那边 不太确定 或者是去西北 我都 忘记了 我们是从 6月10号 然后相遇的 现在已经是26号了是吧 已经是过了真近16天了 然后咱们也没有走多少路程 然后想要拍一些好的作品呢 这个也没拍摄出来 不过这次还是学习到很多东西 那你这次怎么回事 直接往重新走吗 还是 等近两天就能到 骑摩托车 600公里也是厉害哦 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 贵州的雷山县 这里有一个大唐 大唐镇 这个地方呢是新桥村 还有另外比较出名的就是 水上粮仓和短裙苗寨 比较感兴趣的可以去小姐姐的 她的那个视频里面看一下 那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她这次收完了 这就准备回去了 咱们呢也就祝她一路顺风吧 那你要把我车上的一些 这个东西把它全部拿出来哦 不然到时候邮寄很麻烦的 还有些什么 行吧就是这样子是吧 这里还有个安全帽 这是小姐姐单独买的 咱们有的时候没有开车坐车的时候 这个还要不要吗 放在我车上有什么用 我又不骑摩托车 就是不要了扔了吧 还是新兴的 我们大概一起同行了 差不多半个月的样子吧 住店可能就住了两三次 然后其他手全部都是跟着 彪老师搭帐篷 天天淋淋 爽不爽 不过还是挺好玩的 比自己玩好玩 真的是 然后彪老师做饭还是可以的 以至于我天天都没有挨饿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老师不吃饭 是不是过来几天都饿瘦了 我感觉 没有没有 应该还是比之前好一点 感觉身材都比以前苗条了 发现没有 这么瘦 一直都很苗条 我一直都很苗条的 现在中午12点半 时间早早的 路上就慢一点 慢慢的开 好 咱们最后合影一个 祝这个小姐姐 就是回去的话 一路顺风哦 拜拜 她的ID叫女骑士简 喜欢小姐姐的就可以关注她 行吧 路上注意安全哦 好嘞 好嘞 好嘞又要掉了 拜拜 有机会在路上相聚啊 好的 别说放假了 要走了 哈哈哈 那个裤子裤子 这个裤子掉了 这个掉了 好就这样 拜拜